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行 这肯定会有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不可行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 我是不是正确理解你的问题了 因为有很多的高层建筑 我们20年30年这种年龄的建筑 比比皆是我们需要对他们的玻璃外墙进行重新的设计 重新的改造 而这种反射性的玻璃幕墙 它对热来说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们可能如果在外面加装掉层皮肤的话 肯定会对它的热感产生一定的影响 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重新使用现有的这些系统 即使你要把这些玻璃拿走 这也是这种可能性 一开始的这种单反的玻璃幕墙 或者说单图层的玻璃幕墙 跟现在的玻璃幕墙 它的使用的技术都不一样的 像是第60年70年代普遍使用的是这种单图层的玻璃幕墙 我对问题的答案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我也没看到有任何人这么做 这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但是你可能尽可能的希望能够除去使用已有的这些系统 然后用那些框架系统将原来的玻璃幕墙加以使用 我是来自昆士兰大学的 你谈到了这个结构啊 减少材料的使用 还有玻璃幕墙的问题 但是你没有跟我们讲这些不同的因素 是如何能够整合起来的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点观点 我们总是在设计的时候呢 希望找一只最好的这个设计团队 以便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 但是不同的设计目标之间要相互的这种平衡 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 我们肯定不会考虑在改造的时候 要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尤其是当我们设计一个新的项目 但是现在呢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理念进行调整 在一个全新项目的设计的设计之初呢 就要考虑到它在改造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实现最好的一个结果和目标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旅程 这个旅程会定义好 我会到哪里去 我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进行改造的时候 预算总是有限的 所以你需要密切关注你所购买的所有的这些零部件 它的使用周期生命周期 尤其是这个一些机械部件 你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当地的镇级 以及当地的这个建筑标准 对于防震要求的这个不断的提高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和项目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生命安全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如果我们这个改造的外里面打算让它使用50年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现在的这个防火标准跟50年后的防火标准肯定不一样 所以当中还有要调整的空间 叫Perry我来自远大 那发言人谈到了能效的提高 现实是 那很多的这种大楼的外里面的仅仅是为了反应楼主 或者是业主个人的一个地位和雄心壮志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让这个业主对外里面进行调整的话 你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对于经济和对于环境的看法 你需要改变在这种大楼的外里面后面工作的人的这个心理状况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些话都有道理的话 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设置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墙体外里面材料的再次使用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玻璃幕墙的角度来说呢 它是不可循环利用的 我想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技术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它不是简单的把玻璃幕墙的这个内涂层玻璃下来 我们甚至需要整个一个基础设施把这些玻璃幕墙取下来 然后它还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处理的渠道 那而且呢处理这些玻璃幕墙的这个成本呢 因为还要低于这个购买新的这个玻璃幕墙的成本 我想这个问题呢需要从多个手段来进行解决 那谈到铝我们确实是在循环使用这些铝 但是成本非常高 当我们让这个建筑能效越来越高的时候 建筑本身所沉积的这个能源也会越来越多 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呢 铝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我觉得使用更少的材料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 使用简单的系统是一个好的战略 那当然还有一个美观上的一个问题 Edith Smith他的发言其实就是关于这个问题 所有的所有的很多建筑都是关于美学 也许所有的这个建筑都是跟美学有关的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未来放置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这样一个概念之上 因此呢我们需要效率越来越高的建筑 而且这些建筑呢可以非常好的非常容易的适应于未来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在我们的可持续性的对话当中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所谓的 这种韧性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气候变化 对于环境变化的这种韧性 那么如何让现在的这种建筑的设计能够在未来变化的环境当中展现出非常好的这种适应性 那我这里呢还想再补充一点谈到这种韧性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为未来的这个建筑来进行设计 或者说着眼未来来继续设计的确保建筑可以很好的适应未来的环境 我谈到我们在中国有一个项目 在这个建筑的设计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呢 要来进行设计来确保这个建筑能够在未来变化的市场环境当中呢 能够展现出它的这种适应性 那其实如果你设计的建筑它的单体结构越大的话 那么你在内部的结构设计上就应该越有灵活性 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建筑 你不可能在未来随意的就把它拆除到 然后重新进行建造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确保对这个建筑它的一个基本的设计是有足够的灵活度 我是来自Rand Rock的David Scott 非常喜欢你们的发言 尤其是关于探足迹的发言 那我关于抗战的生命周期 比较感兴趣 你刚才谈到了 刚才你谈过高层建筑在50年内倒塌的可能性是2% 那我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是不是要专门针对高层建筑制定法律 至于谈到我们应该为这个使用1000年的建筑来进行设计 你是有什么样的看法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在中国能不能得以实行你又是什么样的看法的 非常好的问题 你的问题分成好几个部分 那其实呢我们还得看一下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位置 其实建筑越大的话 那么它的重要性可能也就越大 我这里讲的是 我给的数据呢 是关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而根据这个 根据表现或者说根据它的特性来进行设计 那可能是设计的一些这个用途比较特殊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建筑 所以我还是支持这样的一些做法的 就是说当这个建筑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法律来对它进行相关的一些规范 无论它是有很多的人住 还是它是一个国家的纪念馆等等 对于1000年的建筑 我确实对此也是一个 我也是个粉丝 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搞清楚 1000年的设计意味着什么 至少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建筑标准要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1000年的建筑不仅仅是所谓的一个结构设计本身了 它还和城市的这个规划有关 如果我们真的要让这个建筑存在1000年 我们就必须要非常仔细的考虑 我们打算要造什么 在哪里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